很多的新史朋友从家乡里面出来 连这个灯光开关都不会用 它就直接开车上路了 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 尤其是遇到这样雨雾天气浓尖都比较低时 很多的朋友他都分不清楚 究竟是开雾灯呢 还是开双闪灯 那么接下来司令就现场的给大家演示讲解一下 这个汽车灯光该如何 正确使用的方法 让你一次性掌握在什么样的场景 开什么样的灯 来大家看一下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型 什么样的品牌 它们这个拨杆的外观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它们上面的这些符号 这些字母表示的意思 那都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一个车型 开启它的自动大灯 开启物的 它还是这种旋扭式的 它的外观就有所不一样了 对于这个的话 它就直接集成到了这个灯光拨杆上了 接下来就首先给大家讲解 这些字母 这些符号表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这个箭头对着这个OFF 也有表示灯光关闭 对着这个IUTO 也有表示自动大灯 对着这个猫脸 也就是四颗灯 对着这个向左的面条 也就是前照灯 也就是大灯的意思 这个箭头对着这个向左的章鱼 也就是前雾灯 对着这个向右的章鱼 也就是后雾灯 这边这个也就是三角警示灯的一个标识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解 在什么样的场景 开什么样的灯 这也是比较难的一点 也是很多的新属朋友 比较难以掌握的一点 因为很多的新属朋友在架下里面 他只是说模拟开什么样的灯光 但是到现实开车 根本都没有入到过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启了 你比如说这个箭头 对准这个位置 当然是灯光关闭了 只要你这个开车的时候 这个箭头对准这个IUTO 也就表示着你这个灯光 是自动大灯 打个比方说 你在高速开车进入隧道了 那么只要你这个箭头对准这个位置 他就会自动的亮起这个四颗灯 或者是天黑了 只要你这个箭头对准这个IUTO 他也会自动亮起这个四颗灯 前面这个话也就是前照灯 也就是大灯的意思 在大灯的这个位置 是可以开启这个远光灯的 不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们只去把这个灯光波感往前 再推一下 以表盘子里 看到没有这个远光灯 这个灯光也就亮起了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往前推一下也就开启了 但是对于白天来说 如果你这个箭头对准这个IUTO 以及这个猫脸的这个位置 往前推一下 看到没有 以表盘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它是没有开不起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带有自动大灯 车子前面的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灯光感应的 你比如我们现在把这个灯光感应 因为一块步把它遮住 也就相当于晚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在IUTO的这个位置 我们往前推一下 看到没有 远光灯它就已经亮起了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已经注意 那有大排天来说 你在IUTO这个位置 它是开不了这个远光灯的 一定要在这个位置才开启 那么晚上的话 在这两个位置 往前推一下 也就开启远光灯了 那么超车灯该怎么去开的 也就是往后这样抬两下 看到没有 我这样抬两下 以表盘这里 看到没有有显示 也就是说 在我们超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双闪大灯 来提醒旁边的车辆 这个就是超车灯 那么转向灯的话 也就是往左这样 往下拉一下 转向灯 也就是左转向灯 以表盘这里有显示 打转向灯的时候 记住 一定是提前 而不是正在转向了 才打转向灯 也就是说 当前方 我们需要左转弯了 一定要提前个两到三秒 开启这个左转向灯 回一下也就关闭了 往右回一下 也就是右转向灯 也要提前打 这个也就是左右转向灯 接下来就是这个雾灯 这个向左的张油 也就是前雾灯 向右的张油 也就是后雾灯 这边这个就是双闪的警示灯 很多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里 这个双闪跟这个雾灯 它就分不清楚 尤其是在雨雾天气浓尽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 屏幕前的你们 假如说前方的车辆 此时是开启这个双闪灯 对不对 那么双闪灯 假如它需要变道的情况下 你打了转向灯 后方的车辆 怎么分得清楚呢 因为很多的车子它是没有转向优先的 所以你开了方散 如果你变道的情况下 后方是提醒不了的 如果后方车速比较快 稍不注意 是不是很容易追尾呢 那么在雨雾天气浓尽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要想长时间提醒到后方的车辆 就一定要开这个雾灯 向左的张油 前雾灯 向右的张油 也就是后雾灯 你开启雾灯之后 那么你打转向灯 它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所以你开雾灯的话 才能够更好的 有效的提醒到后方的车辆 那么这个双闪灯在什么时候开启的 也就是在遇到突然遇到紧急情况 或者是临时靠边停车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双闪灯 来警示你周围的车辆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双闪灯跟这个雾灯的使用区别 那么对你开车上路的安全性 就会直接提高几个档次 给它双闪灯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